各位同学好,欢迎收看应用统计学一 在今天的这个单元,我们要所讲的是统计学概论中的第一个部分 统计学的意义 在课程的单元内容,我们大概有下列五个重点 第一个,我们来谈到统计学的意义 第二,我们说明叙述统计 第三,我们来说明而未推论的统计 第四个,来说明我们统计学的任务 第五个,如果依照统计原理来分配的一个分类的话 会有哪两种的一个统计的一个方式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所谓的统计 统计这个观念,其实最早出现是在埃及和巴比伦的人口的一个普查 那16世纪的时候呢,统计学这个名词开始出现了 当时是用在一些国家对于人民与经济方面的一些资料的收集 到了19世纪呢,慢慢的我们就广泛的应用一些资料的收集以及分析 到现今的一个状态来讲,已经把统计学的一些原理工具 广泛的已经应用到各个领域当中了 所以统计学来讲,它是数学的一支 那最主要是帮助我们来研究数据资料的一些现象 那我们可以从资料的一个数据当中 来读出它的一些资讯,来加以去做一些解释 并且我们来说明这些数据 它所呈现的代表的现象有哪些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处处都是有统计的 那以这个例子来讲,这是中时电视报里面所谈到的 高龄化的金融商品,是退休的一个护身符 那这里面它有报导说呢,台湾的出生率呢 曾在2010年的时代呢,降到了0.895 百分之0.89,成为全世界最低的一个出生率 那这样子的出生率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 那我们国发会呢,它就去做统计 它认为说呢,在93年的时候呢 那我们已经成为了高龄化的社会 预计在2018还有2015呢,分别会迈进高龄的社会 和超高龄的社会 那这个影响呢,基本上来讲 在2022年之后 我们就开始会有负的成长 那其实影响最大的就是呢 到2030年之后 台湾每七个工作人口 必须抚养一个老人 负担是现在的三倍 所以这个数据里面可以看到 从之前的数据 然后呢,到未来的预测 这些都是有统计的一些计算以及估计 那这些呢,也会去盘概到未来 我们的负担、生活上面 经济数据有什么影响 这其实都是统计 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资料的分析 以及让我们来做一些未来的规划 那再举个例子来讲呢 这是雅虎新闻里面谈到了 国民的幸福指数的一个统计 那整体而言,他认为 国人自贫生活的状况 生活满意度是有提升的 在这报导里面,他认为说 我们从以前的2008年的5.5分 进步到2014年6.4分 已经蛮接近了 我们的经济合作 及发展组织 OECD的会员国人6.6分 那如果以中研院 中研院2015年的4到6月的一个调查 那国人的生活满意度是6.69分 比去年还的6.32分还要高一点 那其中女性比较满意 明显的比男生高 那以人口来讲的话呢 又以15到24岁是比较满意的 那住在东部跟外岛 金马地区的民众满意度也是比较佳的 所以这个数据里面 我们也可以去了解到 整个生活品质上面 我们如何用数据来做一个呈现 所以我们这个主题讲到了 生活处处都是统计 刚刚所讲到的是一些生活上的例子 所以我们把刚刚所讲到的一个内容 可以做一个归纳 同期学的意义是什么 它是一种科学的方法 还有原理 最主要 帮我们来做资料的收集 整理、程式、分析 以及做解释 在做了这些分析解释之后 我们也可以从母体抽取的样本 母体太多了 我可能抽样 抽样获得了一些资讯 来帮助我们来对母体的一些特性 做一个推论 并且或者一个结论 来协助我们一些决策人员 做一些正确的决策 像有一些市场的调查 我可能不会每一个消费者都问 我就用抽查 抽查到了之后 我才能够了解到 消费者喜欢的是哪些类型 就是这里面所讲的抽样 抽样得到了 我们就推估 原来我的使用者 这些母体使用者 他们想要的是哪样子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就可以帮我们的企业做一些决策 我来帮他们做一个方向的订定 这是统计学的意义 那接下来我们统计的方法呢 简单来分 可以分为叙述统计学 以及推论的统计学 好我们依序来看 叙述统计学 最主要呢 它是叙述统计学的 讨论资料的收集 整理 还有表达程式 分析 以及解释它的一个特性 我们可以利用什么方法呢 用视觉的叙述统计学 这个就是用什么 就是用图或者表的方式 来做它的一个呈现 那也可以呢 我们用数值的叙述的统计学 也就是用什么 量化的分析 算数平均数等等这些 数值的一个内容 来加以做一些表达程式 所以有视觉的 有数值的 那我们在叙述统计学里面 最主要要了解的是 资料它有哪些特性 通常来讲 比较关心的有这几个 第一个它的中央趋势 也就是它的集中程度是什么 第二个 我们想看看它离散的状况 也就是分散的情形 例如说班上考的分数 假设最高分95分 最低分是60分 那班上的最高分最低分 距离就有35分 类似这样 我们想要看看 分散的情形 有怎么样的一个类型 第三个 我们想看看 如果用个图形来画的话 它长的形状会是怎么样 举个例子来讲 例如说班上的同学呢 可能考的分数都在高分的 可是呢 有几个同学 他考的可能很不理想 因为这个呢 它就会比较低的分数 就把大家的平均 往低分拉了 那这个图形画出来 你就会发现说 高分是在比较 高分群会比较在 右手边 低分群比较会画在我们的左手边 那以后你就知道 学了之后 原来这个叫做左尾的一个 一个左偏 资料有左偏 所以我们看看 资料是正偏的 是左偏的 还是右偏的 这些形状可以让我们来去做一些解读判断 再来我们可能想要去了解到它的一些相对位置 比如说在95% 那分数应该是要高于几分才是95% 要高于70% 因为是几分 这是百分之相对位置 百分位数 四分位数 再来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画出它的趋势线 那这趋势线画完之后 我们想要进一步 看能不能做一些预测 所以这个字 在虚数统计学里面 比较喜欢了解到的 五种的资料分配的一个特性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 推论统计学 推论统计学呢 最主要是讨论 母体 我们从母体里面抽出样本的 这些所得到的资讯 那我们再去推 这个母体 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特性 在里面 这个叫推论的统计学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利用我们样本数据中 来获得一些结论 来反推整个母体的特性 或者是它的一个参数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推论统计学 最主要是抽样来反推 我的母体 那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 同学可能就会比较熟悉了 那推论统计学呢 它最主要有包含的还有参数的估计 还有假设检定 以及预测 好 那我们来看例子 来同学我们来判断 这个是叙数统计学 还是推论统计学 好 例如说 104学年度大学的学生公布 5科的总积分的顶标是63 前标是57 均标47 后标36 底标28的积分 那 以去年大概下降1到2个积分 像这样子 直接把我的所有的资料的数据呢 把它求出来 那 他就把照40的乘数 所以这是一个叙数的统计 好 那我们来再看看这个例子 例如说2015年 全世界将有73亿的人口 到了2030年呢 我们预测人口将增加到89亿 到了2050年呢 可能会到了97亿 所以这是对未来的一个推估 以目前的一个近一二十年来的人口的一个增长的状况 我们来推未来的一个情形 所以呢 这是属于一个推论的统计 所以说 从早述抽样的样本里面 我们来推估母体的特性 所以这叫做推论的统计 再来看看这个例子 例如说2015年8月台湾出口 持续假设是疲弱 那较去年同年呢 下降了14.8% 那受到石油价格走低的影响 整个石化产品的出口 也大幅的下降 电子产品也呈现11.4%的下跌 像这一个都是在8月份里面 然后跟去年同期去比 所以呢 这个是属于我们什么 叙述统计 依照过去和现在的数据呢 来做一个呈现 所以这个叫叙述统计学 好 再看一个例子 例如说出口呢 大幅的下降 第三季的经济的成长 可能呢 会陷入到我们的一个负成长 例如说澳镇银行它下修呢 2015年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值 从之前呢 1.94% 会下降到1.3% 那也将明年的预测的成长率呢 从3.8%下修呢 到我们的2.04% 所以呢 在我们前面的资料里面 已经看得出来 大概成长率是往下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推估 未来明年的状况 成长率会是多少 会有下修 那这一种呢 也是一个我们的推论的统计学 所以呢 透过这四个例子 可能永学有一些清楚一点 那我们再来举一个比较 生活上比较容易看得到的例子 好 比如说下面 我们是三家的一个饮料店 大杯柠檬红茶的价格 假设我抽样 我分别抽了三家 50块 40块 还有45块 那第一个问题 这三家的饮料店 大杯的柠檬红茶 平均价格是45元 这句话你觉得它是什么 去处统计 还是推论统计 那我们把50 40 45 相加起来 数以3 这三家的平均 刚好是45 所以这是一个40的乘数 所以它是一个去处统计 好 第二个例子 所有的饮料店 大杯红茶的平均价格为45元 我这里只有抽三家 并不是所有的 所以这代表是我用三家的平均 来推估可能其他的饮料店的柠檬红茶 平均价格是在45元 所以这是用抽样所得到 而去推估所有的一个母体 所以这是一个推论的统计 好 再来我们看第三个 这三家饮料店 大杯的柠檬红茶 最高售价是50块 我们看看 45 50 40 45 最高就是50 所以这也是40的乘数 所以这是一个去数统计 好 再来第四个 我们说所有的饮料店的大杯 柠檬红茶的售价 落在35到55之间 那这个呢 是讲的是所有的母体 但是我只有抽样三家而已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推论的统计 所以各位 从刚刚的几个例子 是不是能够 比较能够了解 什么叫叙述统计 什么叫推论统计 叙述统计 就依照现有的数 数值所呈现出来的数据 那推论 我是把现在的数据抽样 得到部分的一个数值之后 来推估未来 这种现象 我们的一个统计的应用 叫做推论的统计 那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 统计学的任务 那统计学的任务呢 最主要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 将所取得的一些统计资料 我们应用一些统计的方法 统计的理论 来获得一些正确 而且有用的资讯 那我们希望说这些资讯呢 能够协助我们的决策人员呢 来做出一些正确的决策 所以呢 我们完成统计任务呢 简单是有三个步骤的 第一个 就是我们统计资料的收集 以及整理 在这个重点里面 我们一般资料呢 收集来了之后 要稍微去整理 那有时候整理 可能你也会做排序 或者把它归类 分组 我们才方便进行下一步的一个分析 所以收集到了之后 这些叫做资料嘛 那我就稍微把它做一些分类 分组排序等等的一个处理 接着我们就进行统计资料的分析 在统计资料的分析 我们针对研究的对象 所收集到的这些资料 我们就用一些统计的资料分析 可以用一些软体 来帮我们做一些处理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用图表的方式 来做呈现 来解释 这些资料 它所表含的一些特性 有哪一些 那第三个 我们可能就要 可以去进行统计资料的推论 上面比较 如我们刚刚所讲的叙述统计 那我们如果要把统计再往后去应用 就要去做统计的一个推论 那我们就根据样本的一些分析的结果 来推估母体它的特性 还有呢 母体的参数 还有呢 我们可以来做一些假设和检定 它说的 宣称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再来呢 我们也可以根据过去的资料 来做预测 就是我们刚讲的趋势 来做未来趋势的一个预测 这是我们统计任务的一个三个步骤 所以呢 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一个 统计学的一些功能任务 接下来我们的主题来谈谈 统计学的原理的分类 统计方法刚刚谈到了 有叙述统计跟推论统计学 那如果说 我们依照一些统计学的一个原理来分类 我们可以分为下列的两种 第一种是数理的统计学 第二种是我们的应用统计学 好我们来简单看一看 所谓的数理的统计学来讲 它是属于应用数学里面的一个分支 所以是属于应用数学 所以最主要里面我们所要着重的是哪些 着重的可能是数学的原理 还有呢我们来阐明我们统计的方法的一些理论 或者是来证明我们的一些统计上面的公式 它是怎么来的 怎么去推导的 这个就比较属于我们的 数理统计学 所以这是比较基础 比较属于公式推导的部分 那这个呢一般来讲 是比较属于统计学的基础 理论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应用统计学 那应用统计学呢 基本上我们是为了统计理论呢 比较深 那我们如何把这个比较深的理论 把它应用在专门的学术上面 做一个应用啊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们要学如何应用 反而是对我们在分析事情上面 是比较便利的 所以呢我们应用统计学 它最主要是在做 学术专门的专业的领域 的一些应用上面 那它最主要呢 就是着重的呢 告诉我们怎么去把统计 应用到各个领域上面 所以呢同学 我们这一门课呢 叫做应用统计学 那这一门课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是有分一跟二啊 一是上学期 二呢是下学期 这学期 统计学 应用统计学一 我们学的是上学期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 大概是我们在课程前 就介绍了它的一个内容 所以应用统计学这一门课程里面 我们 比较着重的重点 是怎么去使用它 操作它 分析它 所以课程当中 我们会用到哪些呢 会用到一些软体 这些软体包含像 Excel 常见的Excel的工具 还有呢 我们在课程里面 也会用到 MiniTap 这个软体 这两个软体呢 可以在我们课程当中 协助我们 把资料呢 数据很快速的 不要用手算 手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怎么用电脑的软体 来帮助我们去做分析 那电脑分析 你叫它跑 它一定可以跑得出来 但是各位同学 要怎么去读它的报表的内容 了解到它的统计的意义的含 含义在哪些 还有这些数据告诉你哪些讯息 我又可以来做哪些的决策 所以呢 我们应用统计学里面 重点就是如何去应用它 所以在课程后面 我们会介绍的 有一些统计软体上面的一个 搭配的教学 那到时候同学呢 可以借着我们的影片的收看 来看看怎么去操作 这些软体 然后去使用它 然后应用到各个生活领域上面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 统计呢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无所不在 那在各个专业的领域里面 也是需要我们去使用它 应用它 所以这是我们应用统计学第一章 我们的概论部分 我们的一个介绍以及说明 好 那我们这一个单元的内容呢 就说明到此 谢谢各位同学您的收看 好,再见